做大事要成功 三个条件 第一 人切 比起万子良 年轻一代人会觉得有些陌生 但对80后90后来说 这个曾经在香港影坛 叱咤风云的大哥大去世代熟悉不过了 输着经典大杯头 叼着大雪虾 人称江湖大哥 在当年可是娱乐圈内数一数二的人物 只是随着香港娱乐产业起起伏伏 最终没落了 在南续曾经的辉煌 如今已经65岁的万子良疾病缠身 却依旧跑商业四处奔波 1957年7月25日 万子良出生在台湾一个一家九口人的 胡姓贫困家庭 由于生活困难 出生没几天的他 就被父母送给了 认识了一对姓万的夫妇抚养 万家有四个女儿 因想传宗接代 就抱养了万子良 之后被养父母带去了香港生活 不幸的是 养父在他十岁那年去世了 万子良和四个姐姐及养母相依为命 直到中学毕业后 万子良步入社会 开始挣钱养家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香港每一个青少年心里都怀插着一个演员梦 那个时候香港文艺产业兴起 演艺圈先后出现了四位极出明星人物 人称四小龙的李小龙 成龙 笛龙 梁小龙 随之而来的是香港演艺圈的巅峰时期 毫不客气的讲 发达程度仅次于美国好莱坞 因此香港出现了各种各样明星训练班 在这样的环境下 万子良幸运的被艺人培训班录取了 1976年19岁的万子良 考入了香港力的电视台艺员训练班 毕业后在该台任职演员 1977年凭借出色硬朗的外表和高大威猛的身材 万子良一出道就是主角 他在尔东生 狄龙主演的古龙电视剧《三少爷的剑》中 饰演了谢小峰一小展露头角 1979年万子良搭档赵雅之 出演了许阿华指导的电影《处女》做风险 这是万子良的第一部电影 影片上映后获得第十七届台湾电影金马奖多个奖项 而万子良也从一个极其无名的小演员 逐渐有了一定的名气 之后万子良的演艺生涯很顺利 他在立的待了将近五年 在拍摄完古装剧《大内群英后》 万子良成为立的一线小声 风光无限 1981年立的动荡改名亚视 导致很多旗下艺人离开 投身电影圈 邵逸夫就是其中一员 1982年万子良离开亚视 投身TVB 加入了实力更强的邵氏 深得邵逸夫赏识的万子良 在TVB受到了一旁 成为多部剧集和电影的主角 演艺事也称得上如日中天 1986年 在和郑玉玲 刘嘉玲 吴启华主演的电视剧 《流氓大亨》开播后 成为当年香港的收视冠军 该剧引进内地后 更是掀起巨大的收视狂潮 万子良一时间 走宏大江南北 当年万子良来到内地宣传 那场面可是相当的大 内地追星一族大帝 还记得这么一个景象 万子良被人海团团围住 大街上寸步难移 粉丝影迷们高喊万子良的名字 看到这一幕 也就能了解万子良的 名气和影响力 对比三十多年后的现在 即便是流量明星 也少见这样的场面 1987年万子良和周润发合作 《江湖情》 饰演了一个心狠手拉的反派角色 两个书大背头的明星 无论演技还是气势 都势均力敌 难分高下 连刘德华在片中 都成了衬托两人的绿叶 之后在续集片《英雄好汉》中 万子良给周润发点言的经典镜头 帅气潇洒又缠媚 小人物心里刻画的入目三分 成了一代影迷心中难忘的回忆 1988年31岁的万子良 凭着大头载的吴进城 获得第25届 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学奖 这是他第四次提名金马奖影帝 经历了前三次失败 万子良终于如愿以偿 拿到了属于自己演艺生涯中的 首个影帝奖杯 也是唯一一个影帝奖杯 巅峰时期的万子良不仅自在戏场 而且演技极其精湛 他的表演极其投入 举手投足间总有一股子大哥风范 而此时 塑造江湖大哥类型的电影 在香港乃至国外都颇受欢迎 万子良的影响力走向巅峰 在影评中 万子良的大哥形象让很多人钦佩 现实生活中也一样 万子良一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捧红了刘德华 周星驰等很多明星 从八十年代开始 他与刘德华成了交情很深的好友 刘德华刚进演艺圈时 万子良已经声名远扬 在1988年王家卫导演的 《处女作望角卡门》里 万子良把主角的位置让给刘德华 自己演配学业 获得第八届香港金像奖 最佳男配学提名 而刘德华也借此奠定了 自己在香港明星的地位 望角卡门成为了 刘德华电影的经典代表作 此外 他还提榜了周星驰 他不仅是星夜的师父 也是星夜的伯乐 1987年万子良主演电视剧《生命之旅》 与饰演配角的周星驰有了交集 此时已经是行业大佬的万子良 第一次看周星驰演戏就夸赞 咦 你很有天分哦 可以说 当年万子良遇到周星驰的时候 正是他怀才不遇的时候 就是这句话激起了周星驰的奏事 在早年周星驰的采访中 说起这段小故事 受到万子良的鼓励时 本来表情淡淡的他 突然离开嘴角坐着身体 笑得很开心 1988年万子良主演补丰的汉子时 又带上了周星驰 这是周星驰的电影《处女作》 童年李修贤拍摄霹雳先锋万子良 又把周星驰推荐给了当时很红的李修贤 但是由于片酬很低 周星驰没有打算接受李修贤邀请 最后在万子良的劝收下 周星驰还是签订了合约 出演霹雳先锋男二号 最后不负期望获得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奖 这是他人生第一个金奖 周星驰也因此一曲成名 在电影颁奖礼上 周星驰最先感谢的是万子良 而台下戴着墨镜的万子良 脸上挂着大哥式的微笑 1989年万子良带着周星驰主演的TVB剧集 《他来自江湖》 这是周星驰无厘头喜剧的 开山之作 在万子良的支持下 周星驰充分发挥了他的无厘头喜剧风格 之后随着合作的次数增加 两人也逐渐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1992年万子良和女星甜妞结婚 举办盛世婚礼 TVB现场直播邵逸夫主婚梅艳芳 任达华 张卫健等圈内明星大佬见证 周星驰当伴郎 这是星驰唯一一次做伴郎 可谓是风光无限 可惜的是四年后两人一离婚告终 至于原因说法不同 就不在这里胡说八道了 90年代后期 万子良逐渐淡出演艺圈 来到了内地做起了服装生意 可惜隔行如隔山 万子良没有商业头脑 又遭遇金融风暴 所以亏了很多钱 创业失败后 万子良重新回到了演艺圈 打算东山再起 实事造英雄 万子良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而此时的周星驰却混得风生水起 从以前星彩变成到如今受人尊重的星野 1999年 周星驰拍摄喜剧《之王》 找来了万子良出演片中卧底警察的场务角色 由于底下人办事不力 临时换场而忘记通知他 万子良在甘等了几个小时后 一气之下就离开了剧所 最后原定万子良的角色 只能用吴梦达顶了上去 这就是为何在影片最后 特别明确的名单里 依然有万子良名字的原因 特别明显 万子良先生 可惜做这些都于事无补 自那以后 两人再也没有合作过 在2018年拍摄新喜剧《之王》时 周星驰有意解开两人的心结 专门邀请过万子良参加 但都被他婉言拒绝了 2002年45岁的万子良 迎娶28岁的洛阳姑娘郭明黎 两人相差16岁 郭明黎从小就是万子良的忠实粉丝 婚后育有一子 一家三口生活得十分幸福 婚礼现场 周星驰忙于拍戏没有出现 但他妈妈亲自前来出席万子良的婚宴 感恩万子良当年对周星驰的治愈之恩 再后来万子良因为家族遗传性的糖尿病长期服药 身材走行 发福 浮肿 在影视圈彻底消失了一段时间 在出现时也只能出一一期小角色 2017年 因为糖尿病的困扰 万子良宣布退休 但近年来仍有拍摄 电影和街下道商演 2020年9月25日 万子良驻着陈小春直播 作为亚洲登场的嘉宾 陈小春 谢天华等人不仅主动让出C位 还恭敬地称呼万子良为大哥 网友看到万子良的信奉后 不禁感叹岁月催人老 昔日大哥的霸气不在 2020年9月 由万子良担任主演之一的电影《卖路人》上映 改片男主角郭富城透露 万子良在拍摄时为了让自己的状态更好 竟然悄悄停吃糖尿病尿 可见他的敬意和拼命 据港媒报道 万子良现在依旧努力赚钱 是为了照顾妻儿 今年65岁的万子良虽然精神饱满 但头发稀疏 身材发福的他尽显老态 虽然万子良的事业发展不尽如人意 但比起年轻时的风光无限 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幸福的家庭 对现在的他来说才是更重要的 对于大哥万子良 你想说什么呢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感欢娱乐会陆续更新 有个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希望各位看官老爷订阅多多支持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